热线12今日关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事 欢迎各位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小梅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日前2016百名法学家 百场报告会活动组委会会议 在北京召开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月31号 由中组部 中宣部 中央政法委 教育部 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 共同创办的2016百名法学家 百场报告会 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 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 双百活动要突出重点 把握方向 注重效果 贴近实际 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法治素养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双百活动组委会主任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 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天是七无控法的第一年 双倍 作为法治宣传的重要形式和代替 也要抓住这个契机 加强与优管我们的卸调 配合 解放 相关 规法 做好工作的部署 新生在全社会 护养法治精神 七省全面都法律复制的一个工作获利 据介绍2015年各地共举办双百报告会 2518场 再创历史新高 双百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陈继平 在主持讲话时表示 2016年 双百工作将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围绕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以提高宣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中心 科学选择主题 加强集体备课 建设优秀狮子骨干队伍 努力增强全社会 特别是公职人员 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观念 为全面建成小坑社会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中组部副部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潘立刚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徐显明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 以及双百活动组委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近日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 从三月底到七月底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拍查工作 这也是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首次大规模 多部委联合开展全面摸底拍查工作 关于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 一直说法不一 此次摸底拍查就是要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 规模分布区域以及家庭组成 教育就学等基本信息 这次摸底拍查完了以后 要建立一个农村留守儿童的信息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是要实行动态管理 那么每个儿童的情况 在信息库里都会有相关的数据 此次出台的通知 统一明确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外出武功 或一方外出武功 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 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 无监护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 因重病重残等原因丧失监护能力 不满16周岁农村留守儿童年龄计算时间 截止为2016年7月31号 这个通知呢 对留守儿童的这个概念 进行了诚心的借鉴 主要是为下一步就是 实行这个精准的关爱和服务 包括保护 提供强有益力的信息数据支撑 要求乡镇人民政府 接到办事处建立详实完备的 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帐 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精准实测要通过上门家访 住村干部探访 专业社会工作者随访等方式 对重点对象进行核查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照料 以县级为单位 那么由乡镇街道 然后包括村居委会 来把留守儿童的情况 全部一对一的 然后每一户 每一个人 然后每一张表格 建立一个更态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数据库 就哪个村哪个户 有留守儿童都一清二楚 此次摸底排查 教育部门特别提出 要更加关注辍学的留守儿童 要求县级教育部门 对中小学辍学学生进行统计 而且还要对劝反无效的学生进行跟踪 由于儿童留守状况和基本信息是动态变化的 所以要求今后摸底排查数据要定期更新并对外公布 昨天下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司法体制改革动员部署会议 推进多项创新举措 一起来看 2016年3月31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司法体制改革动员部署会议 会议上政治部主任毕东立通报了该院整体改革及首批法官临选方案 审判庭的庭长 审判长 助理审判员及综合部门司法行政人员等不同人员代表做了发言表态 据介绍 该院的司法改革将先后进行首批入俄法官选任 组建专业审判团队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等内容 首批入俄法官坚持双向选择 确保临选出真正能够承担起繁重审判任务的高素质法官 此外 该院统筹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内设机构改革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创新等多项举措 确保改革整体效果 院长鲁桂华说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 二中院将把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关注点和需求点 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把解决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贯穿改革始终 通过司法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审判资源将最大限度集中到一线 法官将集中精力办理案件 提升整体司法效能 司法公信力将会得到提升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前不久在江苏的扬州江都区 一辆汽车相继造成了多起交通事故 而当交警在对驾驶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发现 这名司机不仅浑身酒气 并且也没有相关的驾驶证件 3月29号下午3点左右 在扬州市江都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民警赶到现场时 招式车辆和驾驶员已经被群众团团围住 随后民警立即将该驾驶员带到医院抽鞋检验 民警核查驾驶员的身份信息后 发现该驾驶员曾于2015年3月 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因涉嫌危险驾驶 他的驾照已经被吊销 随后民警根据该驾驶员的行车路线 调取了沿途的监控视频 当天下午2点 该车摇摇晃晃驶入城区 先是撞上了马路牙无法动弹 费力脱身后继续向前行驶 此时市民沈先生驾着车 正停靠在路边问路 监控视频显示 该驾驶员驾车肆无忌惮地 一路狂奔 毫不犹疑地撞上了沈先生的车尾 而后继续向前行驶 又撞到路边的路竿 才被迫停了下来 经检验 这名驾驶员血液中乙醇浓度 为295毫克 每100毫升 目前该案还在进步侦查当中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 这是黄丽玲律师 就是我们节目的特别评论员张斌 欢迎两位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酒驾的这个驾驶员 没有任何的这个驾驶的证件 而且他是第二次被查出 是酒后驾驶了 而且这第二次是罪驾 TD黄律师的意见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再次饮酒驾驶呢 被处罚的话 应当是处行政拘留10日以下 并处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并且是吊销驾驶执照 但是在咱们小片当中的这个司机呢 他并不是仅仅是饮酒后驾驶 而且呢 他是罪驾 那么罪驾之后呢 要面临的 不光是我们上面受的行政处罚了 就要是面临的刑事处罚 按照这个罪驾的这个后果的话呢 应当是承担相应的 以危险驾驶罪 按这样的定罪量刑 而且呢 在这个小片当中 他还有两个情节 第一呢 他的这个血液的酒精含量呢 已经达到200多以上了 这个呢 已经是属于 我们按照这个危险驾驶 危险驾驶罪里面的一个 从众处罚的情节 另外呢 他这个酒驾 醉驾之后呢 还造成了多起交通事故 目前来说 人员伤亡的情况 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根据他这个 造成的交通事故的后果 有可能他面临的 还有这个交通造势罪的 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好的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 关注一起诈骗案 今日呢 在广东东莞市的清溪镇警方 经过三个多月的整密侦查 成功的捣毁了一个 特大电话诈骗团伙 受害人达到了1000多人 而案件的起因呢 还得从一本售价为298元的书 说起 邓先生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的 一家企业工作 2015年12月4号 邓先生在上网时 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小广告 他点击进入页面后 发现是售卖一本所谓 六合彩赌博必胜的书 其中百分之百的中奖概率 深深吸引了他 我就按着他电话号码打过去 我就问一下 他说书298 我就买了本书 一天之后 邓先生收到一名快递员的电话 对方表示 由于这本书涉及到机密 需要邓先生支付4000元 作为保证金 才可以把书交到他手上 为了尽快成为赌神 邓先生鬼迷心窍的 又往卖家的账户支付了4000元 这个时候 卖方又开始提出要求 一听说要2万元 邓先生马上回绝 卖方告诉他 要想赚大钱 必须舍得投资 并在电话里给了邓先生一串 六合彩的数字 说是这期的中奖数 邓先生向同事借来8000元 在六合彩网站上下注 没想到当天晚上 就赚了2000多元 百分之百的中奖率 让邓先生非常期待这本书 尽快到手 拿到这本保书之后 邓先生开始疯狂的下注 结果几次之后 一万多元的赌注 全部抛汤 当同事们纷纷要他还钱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邓先生打电话联系卖书人 可对方已经停机 于是邓先生向警方报警 由于涉及网络电话诈骗 侦查工作十分困难 就连汇款账户和手机号码 都是盗用别人的名字 随后民警通过六合彩广告买书 引出了犯罪嫌疑人 并查到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是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 一个住宅小区发出的 侦查员立刻动身 前往佛山市顺德区 侦查员打扮成小区保安 在这栋楼附近秘密敦守 2016年3月1号上午 一名女子从房间里出来 到菜市场买完菜后 却进入小区另外一栋楼 侦查员马上重新部署 重点监视这栋三层富士房 通过一个星期的侦查 专案组认为时机成熟 决定对两个点同时守网 当天的行动 供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全部来自福建安息 他们以老乡为纽带 聚集一起设下圈套 骗人钱财 经过审讯 从2014年10月份至今 被该团伙诈骗的受害人 有1000余人 遍及广东 浙江 福建 山西等 十多个省份 诈骗金额高达600多万元 六合彩有100%的中奖概率 听上去非常的荒唐可笑 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 居然有这么多人 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张铭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 你看出一个常规骗子骗法 一个许以重大的这种利益诱惑 就是你投一个 能返回几十个身上百个 另外他总会给你 找点小甜头尝尝 你看我们这位当事人 给他发了一组号码 打过钱去 当天晚上挣2000 那你当然身心不疑了 所以我觉得 这种电信诈骗 现在层出不穷 但是你要想防范的话 记住一点 凡是无缘无故的暴力的 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如果有这种办法 他还骗你干嘛 他自己买六合彩就完了 当然话说回来 六合彩这种形式 在我们内地地区是不合法的 特别是在一些边缘和农村地区 有的时候还有盛行的趋势 所以如果想杜绝这样的现象 我们应该把这个相应的这种土壤 给他真正的进化干净 清理干净 这样类似电影诈骗行为 才能越来越少 好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呢 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官方网站 录入信息 同时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的微信 可以查看到更多的寻人信息 都督 南 1991年左右出生 1994年左右被拐卖到河北省保定市 从中间人处打听到 自己是从广东某火车站被拐走 记忆中自己可能是四川人 体貌特征 皮肤较白 左胳膊肘处有块胎记 小小 男 1993年左右出生 1995年左右被卖到广东省浦宁市 体貌特征 两个头悬 后脑勺处有点突出 单眼皮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血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闲故事 2015年的一个夜晚 刚下夜班的年轻护士小胡 正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然而他并不知道 危险正一步步的向自己逼近 2015年9月14日 凌晨2点 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 龙池桥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突然响起 喂 你好 龙池桥派出所 9月14号凌晨2点过7分 是他们医院的一个值班医生 给我们打10报警电话 说他们医院有一名女护士 在半夜下夜班回家的时候 被人袭击头部 现在昏迷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 受伤者名叫小胡 是麻城市华山医院的一名护士 年仅19岁 几个小时之前 住在附近的同事发现 小胡倒在自己的出租屋前 便立即叫来了救护车 把他送到了华山医院进行抢救 接到报警后 民警们立即兵分两路 一路赶赴华山医院 一路赶赴小胡受伤的地点 进行调查 我们包括他报案的人 报警的人 我们有一部分人 就是说对他们进行询问 看能不能够 就是说问到一些详细的情况 就是案发时的详细情况 另外一部分人 就是对他那个案发的周围 进行摸牌 走访 看就是说能不能够 寻找到蛛丝马迹 来到医院后 民警们发现 小胡因为伤势过重 依然处于昏迷之中 民警们无法与他交流 也无法得知 他到底如何受的伤 没有人知道 几个小时前 这个年轻的女孩 究竟在自己的家门前 遭遇了什么 就是说他作为 第一受害人里面 他在现场里面的情况 他不能说话的话 我们了解不到 所以对我们后面 他究竟是什么 一个案子是什么样的 发生的 就是说我们都一无所知 报警人告诉民警 案发前不久 受害人小胡还在单位置夜晚 临近晚上十一点钟 小胡下班回家 独自一人离开了华山医院 可就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同事就发现 倒在了地上的小胡 并把他送回华山医院 进行抢救 他由于伤势过重 他们自己医院 没有办法确定 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选择 把人送到了麻城市人民医院 将小胡转送到麻城市人民医院后 值班医生们向警方报了案 因为他自己是从医的 他们觉得自己这里半夜下班 遭受这样的袭击的话 那肯定是人为的 应该是一起人为的刑事案件 根据小胡的伤情 警方初步判定 这应该是一起故意伤害案 有人用力气砍伤了小胡 而且伤口只对要害部位 用力很大 刑凶者似乎是故意要置人于死地 但是究竟是谁 会对一名刚刚下班的护士 下次毒手呢 与此同时前往小胡家中 进行调查的民警们 也有了新的发现 这条路名叫建设路 是麻城市的主干道之一 小胡工作的华山医院 距离他居住的地方 只有不到一公里 9月13日的晚上11点钟左右 小胡从华山医院下班回家 惨剧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他住的那个地方 主要就是他们单位 就是说以单位的名义 集体乘租的一个出租屋 单位就是说他们同事啊 有十几个吧 都住在那个里面 但是 由于小胡居住的出租屋 在建设路旁边的巷子里 这里晚上光线很暗 人流稀少 再加上医院同事们上班的时间 并不一致 所以在小胡出事的时候 现场并没有目击证人 在出租屋内休息的同事们 也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常 他因为有的是上晚班 有的时候说是上白班 白班的就是说上白班呢 他就基本不到 再不到单位去了 上晚班的 他到11点多钟 12点钟左右 才会下班回去 为了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民警们决定把突破口 放在建设路沿线的视频监控上 他们立即调取了事发当晚 小胡回家沿途中 所有的天网系统 拍摄下来的视频资料 视频资料显示 当天晚上11点多 小胡从医院下班回家后 独自一人走在建设路上 身边并没有人尾随 但是在整个回家的过程中 小胡都是一边走 一边使用手机 好像正在和别人聊天 这个细节迅速引起了 侦查员们的注意 第一就是说在那么一个 11点多钟 也就是说很晚了 很晚了就是说 还在用手机跟人联系 就是说像这么年龄 极端的一个女孩子 要么就是感情上 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是出现一种什么状况 就是说有可能是未勤 根据小胡同事的反应 9月13日晚上 小胡离开华山医院时 并没有到下班时间 他是提前离开的单位 而回家的路上 小胡又一直在用手机 和人联系 民警们分析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 把小胡约出来 然后袭击了他呢 因为他这个伤 是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 不会造成这么样一个严重的伤 所以当时也有可能 因为他是 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感情上的纠葛 造成了一种就是说 别人寻仇啊 或者说抱负啊 这种行为 由于小胡的手机 遗留在案发现场 并没有被人拿走 民警们迅速对手机内的信息 进行了分析 最终找到了当晚 一直在跟小胡发微信的人 这个人是小胡在华山医院中的一名男性同事 应该是他相当于一个同事吧 应该是一个管理层的一个同事 应该就是想 就是说想跟他谈谈 根据医院其他同事反映的情况 这名男同事和小胡之间 确实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当时调查的情况就是说 他们 虽然有就是说感情上面 有就是说谈恋爱啊 或者说你追追啊 男孩子追求女孩子 这都很正常 也有一个矛盾 或者说就是说不合 这种这种情况 但是通过调查 民警们发现 这名男同事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而且事发当晚 他就在华山医院值班 还参与了对小胡的抢救 我们就到单位去排查 把他单位跟他走得近了一点的 我们都经过了解 而且是没有到那个地步 这名男同事的嫌疑最终被排除了 案件的调查也似乎陷入了僵局 而此时正在对监控视频 进行研判的民警 发现了另外一条可疑的线索 卫公学校门口 发现了就是受害人刚过去 卫公学校门口 有一个中年男子吧 拿着手机在打电话 在那站着 打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呢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人特别可以 因为这个深夜 他在这个学校门口打电话 他离受害人回家的路 行不远的 发现了这一线索后 民警们立即找到了这名男子 对他进行调查 但是据该男子说 他当晚之所以会出现在建设路上 其实是为了去附近的一所学校找人 而且我们第二天的就是上午的时候 我们就在到学校去查 这个男子确实在学校找人 就这个人就排除了 这名男子的嫌疑最终也被排除了 而就在此时 麻城市人民医院传来了噩耗 已经在重症监护室内被抢救了两天的小胡 最终因为伤势过重 2015年9月15日 停止了胡锡 当时说 因为这个案件 我们压力特别大 因为这样案件 三十个恶性案件 你像这样的晚上那个民众 你像游戏女孩子 根本就不敢伤劲 因为我们这个程序比较是很大 你像这样一发现这样案件 前世的基本上 只要在城区住的 交交户户都知道 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 民警们决定扩大对犯罪嫌疑人的搜索范围 侦察人员分析 既然在小胡回家的路上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那么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是在刻意躲避监控系统 民警们决定将沿接所有店铺 和私人安装的摄像头 拍摄下来的素材都纳入分析范围 从而弥补天网监控可能出现的死角 先从我们探头看起 看完之后全部考过来 考过来年夜分析 分析之后第二天上午 我们就因为他们有了家里 趁还没有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就一家一家的逐步的去查 从华山医院到小胡的家 沿途中的学校医院银行 包括小麦布里总共装有监控探头20多个 民警们将这20多个探头 拍摄下来的所有视频资料汇集在一起 一针一针的进行查看 生怕漏掉一个画面 通过仔细排查 在海量的视频资料中突然有了一个画面 让民警们眼前一亮 这段视频是由巷口一个商店门前的摄像头拍摄下来的 在这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资料中 民警们看到 受海人小胡从建设路拐进出租屋所在的小巷后 有一个身影迅速跟了进来 在进去的那一刻 还从衣服里抽出了一把刀 它是从一个黑暗的角落 就是说从一个非常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 它不会走到那么一个没有灯光 就是说比较偏僻 就是说就是靠屋檐的那种 从那个角落里出来 突然一下子冒出来 那个受海人进去之后 他尾谁进去就把刀拿出来了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这个可疑的身影在消失了不到两分钟后 就再次出现在了画面中 而这一次他的怀中明显藏着什么东西 民警们分析 那极有可能就是小胡的胯包 就是说当时看到他出来 从那个巷子里边 就是受海人进去那个巷子口出来的时候 他怀里应该是抱着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换的衣服啊 或者说什么样藏着 从尾随受海人进入小巷 到匆匆忙忙从小巷中跑出来 这个过程前后只隔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但正是这个发现 最终让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从视频里面看到 他是穿着迷彩服 对迷彩服 然后脚上是穿着那种 像我们原先穿的那种解放鞋的那样一种 就是说运动鞋 就是我们当时怀疑他会不会是一种 就是像那种农民工啊 或者说那个工地上的工人 与此同时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王伟 还在一段视频中 发现了另外一条极为隐蔽的线索 看了很长时间 看到反复的来回的看 来回的看 来回的看 看到几十遍 就发现了 有个疑点 这个嫌疑 受害人回家之后 就是往这个巷子进来之后 嫌疑人 刚好离他不远 就是说你受害人不远的地方 有个小亮光 小亮点 丰富的经验告诉王伟 这个细微的亮点 应该是由某种交通工具的灯光发出的 结合以上线索 民警们认定 这个身穿迷彩服 脚穿解放鞋的人 正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而且他当时应该是骑着一辆摩托车 在成功坐完后 他正是骑着摩托车 逃离了现场 随后民警们在一个ATM机上 发现了一段监控视频 印证了民警们的判断 视频中清晰的显示 当小胡从银行门前经过后 一个身穿迷彩服 骑着摩托车的人 也紧跟着他从银行门前经过 受害人们从小班的时候 从这路过 刚好这个嫌疑人没过几秒钟 骑个摩托车 也回碎着他 跟在后面 刚刚他而且是穿迷彩服 跟我们当时在第一现场 发现的那个视频 那个主张是一模一样的 确定了这名犯罪嫌疑人的 基本特征后 民警们立即调取了当天 麻城全市的天网监控 进行筛查 最终发现 这名犯罪嫌疑人 是在9月13日下午 骑着摩托车从顺和镇方向 进入麻城市区 于晚上11点 成功作案后 消失在了前往顺和镇方向的道路上 民警们立即出动 赶往顺和镇进行搜查 我们把那个视频拿到 他那个当地的 就是说 称职部啊 那些称干部 去看了一下 就是说有点像 他就是说符合这个 我们就是说 我们分析的 那个特征 就是说包括 他有没有摩托车啊 是什么样的摩托车啊 包括就是说 他平时喜不喜欢 穿什么样的衣着啊 就是说与人 跟别人交往 是什么样的性格 都进行了 就是说详细的行为 就是跟我们这个 十分很合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民警们迅速赶到了 犯罪嫌疑人家中 经过敦手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 成功抓获 并当场搜查出了 关键性证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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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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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从他那个 他的住房里边 发现了受害人的相片 和他被抢的那个包包 包括身边镇 王某 麻城市顺和镇人 今年26岁 据王某交代 由于自己家境贫困 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于是就策划进城 实施抢劫 2015年9月13日的晚上 他骑着摩托车到市区 寻找目标 无意中看到了下班回来的 护士小胡 因为小胡衣着艳丽 还独自艺人 王某便一路尾随小胡 由于小胡一路上 都在玩手机 所以并没有发现王某 晚上11点30分左右 当小胡进入小巷 掏出钥匙 准备开门时 王某用随身携带的砍刀 砍向了小胡的颈部 并抢走了小胡的垮包 就是没想到 只是受点伤就可以 没想到把扣死了 我也没跟着没吵过什么 抢到钱了吗 没有 把包是开的 我哪分钱一分钱都没有 说实话都有 自此在历经 120个小时的昼夜奋战后 这起轰动小城的 抢劫杀人案 被麻城警方成功破获 案发的时候 小胡只有19岁 这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 却是因为王某的抢劫 而让生命划上了句号 而我们刚才也看到 作案的王某没有抢到一分钱 黄律师 跟我们大家说 王某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这是一个典型的抢劫案件 那么抢劫案件 它的根本目的 其实还是以非法侵占 公司财产为目的 所以抢劫罪是会 划在我们这个侵犯财产罪里面 但是呢 它就是侵犯财产罪里面 最严重 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个罪名 但是它虽然是以侵犯财产为目的 但是它侵犯的这个课题 是一个复杂课题 它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 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 人身健康的权利 所以在这个抢劫罪当中 并不像其他财产性犯罪一样 有一个关于这个犯罪金额 犯罪所得的一个标准 把这个来作为一个 刑事追溯的一个标准 所以即便是抢劫罪里面 一分钱都没有抢到 不影响这个罪的构成 不影响认定这个罪名的计随 所以根据这样的 我们小篇当中的情况 它造成了一个抢劫 致人死亡这样严重的后果 这属于从众负罚的情景 那么他应当面临的是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类似这样的案例 我们看到它还是个极端个案 就是抢劫的时候 直接拿刀照脖子又砍 这可能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极端 但是我们在一些僻静的小路上 或者一些灯光昏暗的 夜晚的道路上 很可能遭到一些不法的侵害 比如抢劫 比如相应的一些人身伤害等等 所以这其实就给我们单身女性 也提了个醒 就是晚上走僻静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比如说有没有男同事 能够一起结伴 护送一下 比如说你是不是别携带太贵重的东西 发现问题之后出现了意外 比如感觉有人跟踪等等 能不能及时采取一些自我防护的措施 十一年前 他为何会被亲生父母抛弃 应该说他的情况是不够成17岁的 十一年后 他的亲生父母又在喝房 还是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但是没有找到 喊心如苦十一年 房东又为何坚持抚养 小情侣将孩子一气出租房 房东视如己出 抚养十一年 热线时尔 明日播出